大家好,歡迎來到秋名捷的頻道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川 觀看我們的影片,讓我們一起騎著腳踏車 看到更寬更廣的世界 那我們來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南本薩泰 那我們今天呢,等一下的目的地會騎到新來附近的盛世公園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 不好意思,因為小川前輩有拿錢給我 他說他很想要開場帥一下 我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 讓大家看到非職業哩哩啦啦的開場 我在這邊公開呼籲我的朋友們 平常如果有空好好練習我的開場台詞 好好背誦,好好練習走位技巧 只要你們錢給的夠到位 我就把影片交給你們開場 今天有四位writers 小川身穿綠色車衣 薩泰軍 身穿迷彩LT United的車衣 海陡軍身穿紫色車衣 Mr.Leo身穿藍色車衣 這邊拿卡卡瓦上來跟薩泰軍講一些話 現在集團裡面有小川這種來鬧的鄉民 我現在不方便機車引導 不然小川鄉民很早就會開掉 您先自己尻,記住,一定要尻大力一點,不要偷懶 我派秋賞騎摩托車去盯您 我回去會看秋賞的錄影video跟分析您的史抓把紀錄 如果您尻的不夠大力 您就倒大沒了 薩泰軍回 わかりました 薩泰軍尻了 我好喜歡日本的教育方式啊 不管老師怎麼說學生疑慮只能回 わかりました 這條路是1421道路 記住這個數字 因為在泰國訓練營很愛騎1421 路超直超長超大條 只有幾個紅綠燈 機車引導 汽車引導 阿貓阿狗引導 阿砂布魯引導都來啦 我很好奇一個問題 如果是健康的我來吸全力靠平路的薩泰軍 到底吸不吸得住 小川前輩有吸過全力靠平路的薩泰軍 小川前輩說 臨北吸到打妹打妹 一咕一咕的 開場的背景來賓中 有看到一位小朋友 那就是我的兒子 我把家人也弄到泰國一起旅行 那聪這邊除了可以騎腳踏車之外 帶家人一起來玩 也是很適合的 平常白天就開著租來的汽車 到處弄榴槤 晚上就回到那聪吃晚餐跟住宿 超好玩的啊 那聪在我心目中 就是頂級的七星級度假村 因為我家人的到來拿卡卡哇桑 特別安排今天要騎到清來的聖師公園 聖師公園是清來最有名的景點 我來過很多次了 很好玩 片尾有聖師公園介紹 這邊換海斗軍做個人即時訓練 海斗軍年紀很小 大約二十歲附近 要在納聪待超過一個月 辛苦又寂寞 感覺日本的父母都滿敢放手 讓小孩自己飛 我們的海斗軍 藍教 了 海斗軍不是要藍教深淵啦 海斗軍是要藍教買冰啦 原來在泰國的公路可以隨時 藍教 泰國很多這種小蜜蜂賣冰淇淋 要在路上買小蜜蜂賣的冰淇淋 有一點一定要特別注意 不能拿一千元的大鈔給老闆找 這種小蜜蜂小本經營沒有準備這麼多零錢找 所以騎腳踏車一定要自己準備零錢 還有 不能奢帳 單車大叔安可南 在他的地盤水裡都無法奢帳買乳肉飯了 更何況是在人生地不熟的泰國 在泰國的公路總是有無限的玩法 STAND UP PLEASE 我摔車的時候 當時有四位車手一起吸著大卡車 有兩位車手驚險避開摔車 就是薩泰軍跟海斗軍 我跟一朗軍一起摔車 薩泰軍跟海斗軍會STRACK STAND 我跟一朗軍不會TRACK STAND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薩泰軍跟海斗軍會STRACK STAND 有著優異的控車技巧 在緊要關頭時保護了他們 好想練TRACK STAND 會這招 至少等紅綠燈的時候很帥 抵達聖獅公園 聖獅公園就是在看這隻金色的獅子 聖獅公園有一塊區域很好玩 有很多遊樂設施 也有賣披薩的餐廳 我們直接騎到那邊用餐 小川前輩在插他的寶貝愛車 我不置可否笑而不語 我在心裡對小川前輩承諾 泰國的公路絕對會再把您的腳踏車弄髒 您現在擦得這麼乾淨 等一下下午還不是會弄髒 請問小朋友做這種動作 算正常嗎? 畫面的右邊就是青來白廟 白廟是青來最有名的景點 我來過很多次了 我是覺得普通普通就是看看廟而已 來白廟參觀記得一定要戴墨鏡 因為白廟的白真的會白到赤眼 如果時間有限可來可不來 我反而比較推薦我在泰國EP4講的黑屋 黑屋超好玩 我們又回到1421啦 拿卡卡瓦桑一直在集團旁邊晃來晃去 我替小川前輩捏拔冷汗啊 因為不用懷疑了 下午時段在1421上絕對會開機車引導的派對 機車引導派對開始啦 我好擔心小川前輩啊 我一直守在小川前輩旁邊 我一直想錄到小川前輩放掉的瞬間 小川前輩很爭氣這輪機車引導沒有放掉 沒事情 總有一天等到您 我就不信小川前輩都可以撐完每一輪的機車引導 遇到地上有水 我就說吧 我看事情果然看得比較遠 泰國的公路絕對會再把小川前輩的腳踏車給弄髒 小川前輩中午在聖獅公園插了腳踏車 徒勞 無功 沒事情 人生本來就有很多事是徒勞無功的 回去的路有爬坡 利友跟拿卡卡哇桑談好一個價格 拿卡卡哇桑讓利友拉車度過這個坡 有錢能使鬼推磨 money can make the world go around 大家還記得小川前輩的英文名字嗎 Jason Yang Jason Yang沒有付拉車費 掉了 此時本來已經掉了的小川前輩突然噴出 這一噴把薩泰君噴到滿臉豆花 薩泰君爬坡很強 小川前輩居然可以在爬坡時噴薩泰君 薩泰君覺得匪夷所思 薩泰君也無暇想這麼多 只能想辦法反超回去 薩泰君再度反超小川前輩 來來來 周幣周幣 快去山擺盤 周幣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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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幣周幣周幣 周幣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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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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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下把小胎握下把 握下把握下把 抽屎要握下把到底 在一边 握下把小胎上来了 小胎上来了快点 给他喷了啦 没人 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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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小川前辈其实有付拉车费给我啦 两位四十几岁的中年大叔 靠拉摩托车作弊的方式 还骑不赢十八岁的萨太君 可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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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太君不会跟我们计较啦 毕竟我常常请萨太君吃饭吃冰喝饮料 偶尔玩一下闹一下 无伤大雅啦 萨太君就是我干弟弟了 如果萨太君以后其境还法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 我干弟我骄傲 这个世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有努力就有机会 这个下坡非常陡 太北平原的美景一览无遗 我们停在小七座最后一次休息补给 再去泰国前我有答应大家要拍摄泰北的女生给大家看 泰北的女生大概就是长这样子 啊 不好意思 看错人了 这不是泰北女生啦 这是我老婆啦 好啦 不要再闹了啦 赶快骑回纳怂了啦 要回家了 今天最后一发机车引导了 还记得我刚刚的承诺吗 我一定会录到小川前辈机车引导开吊的样子 小川前辈 sayonara 麻烦您自己找路回家 剩下萨泰军跟海斗军在互靠 不出意外 海斗军败下阵来 我十年前第一次来泰国训练营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 也没有GPS功能的马表 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找路回家的 反正就是手背单字 THOENG 看到路牌指THOENG 就往那个方向走就是了 剩下萨泰军跟拿卡卡瓦桑在互靠了 不用怀疑 在泰国训练营拿卡卡瓦桑就是永远的赢家 拿卡卡瓦桑又要把萨泰军给靠爆了 萨泰军结束今天充实的训练 训练就是这样 不断的尽爆恢复 再尽爆再恢复 幕后花絮 圣丝公园 Singha Park Singha是一间啤酒公司 顾名思义 Singha Park就是Singha公司的财产 圣丝公园很好玩 其中最内行的玩法是 到圣丝公园骑沙滩车ATV 很好玩 一个小时1500元泰铢 可以骑着沙滩车在茶园里面穿梭 也可以骑着沙滩车在果园里面飙车 这是在台湾无法感受到的 怎么可能有茶园或果园的主人 让我们骑着沙滩车在他的茶园或果园里面乱搞 圣丝公园的沙滩车行程 影片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见